混蛋 混蛋 老板 老板 你看电话 陆大致 我知道你在里面 出来啊 是你让我乱 我都不能接触 你不可以接触 你不不接触 你不可以接触 你不接触 你不过我 这个辙子 你不给自己 你不接触 你不接触 那你不接触 那你不接触 你不接触 你不接触 又梦见那个陆大志了 没有没有 我 我梦见你跟我们晓鸥老师结婚了 继续睡吧 确实做梦 听我说完啊 你们俩交换戒指的时候 忽然人群中钻出来一个光头 他就是屎非叔叔 他就开始抢亲呢 让你们俩就一阵殴打 一起掉入了孩子 我拉打架的时候你帮谁的 谁也没帮呢 我看戏呢 我在这啤酒饮到矿泉水 厌服吃瓜群中的 而且你这个水性那么好 没有人救我 你怎么胳膊肉往外管 不过也行 水是财 梦见水说明我最近前景不错 不是 你是不是 你这情商 情商是富数吧 都说老男人皮糙肉厚 你这感觉也慢了半拍啊 你最后都不关心小小老师 到底跟谁结婚了 给你的机会你都不要 赶紧睡吧 不跟你聊了 我明天一早上飞呢 我给你留了两百块钱 晚饭你自己解决啊 我今晚可能在外面过夜 我 你不用给我留钱 我自己解决去行 你还吃什么吃什么 不行让文奶奶给你做 但记住了 少去老街小馆 你什么时候找晓晓老师表白去啊 除了我妈之后 你可再也遇上这么好的姑娘 人生开了挂似的 我现在那么多事 哪能顾上这些 你先解决你自己的事 才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有你爷爷的问题 有你那卖减肥药的姑姑的问题 有你屎肥叔叔的问题 还有你的问题 这些我都得操心 你操心操心呗 那你也不能把我们小悠老师晾着 你知不知道打铁要趁热 打铁趁热呢 我现在揍你一顿趁热 我走了 这是你脱单的唯一机会了啊 你要是错过了就错过了 我现在就是只有奶奶没有爷爷 别到时候我儿子 跟 跟我现在一样 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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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进场方位线 SK2587 五条零六跑道也可降落 如果你们飞往五条 请告知我们 SK2587申请浦东 洞九又跑道落地 SK2587 浦东塔台地面 七十五度五节以下 洞九又跑道可以落地 准备返航降落 发动机严重损坏甲肠单轮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是机场广播 我们的飞机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 决定返航 得此给您带来的误言 是比较谦逸 请您在座位上 自好互动 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建设在肯公国际机场 停留刹车 设置 APU运动 关车 关车检查单 停留刹车 设置 关车检查单完成 这次运气还行 最主要是咱们平时训练有素 还能应付得来 我怎么觉得我每回跟你飞 都比上模拟就要难 这回反正还好吧 也就是单个发动机熄火 要碰到双发的话 就算前面够一条河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像 萨伦伯格那样百分之百成功 你说我好好的昨晚 看什么萨利机长 看什么萨利机长 这不 鸟机了 萨利机长 还挺迷信的 是吧 还是你没有 要不怎么住 萨利机长的偶像呢 萨利机长 我这个人就有区众 1人都是他们的 2人都是他们的 一人都要招是 ent达小鸟 我去哪里 看什么 与尚利机长 也算是 亞利转今天的 侠役 人也算是 我来找人 我来都知道 你不是 我来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 行 你俩先歇口气去会市等着 等会儿呢跟调查组碰个面 放轻松点 别紧张 有我的 走 上周呢咱们的爵士狂狂夜 叫好不叫做 大家都畅所欲言一下 说一说到底是怎么个事 活动结束以后呢 我们做了一份问卷调查 有三成的人呢对时间和地点不太了解 还有三成的人呢对爵士乐不太了解 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吧 造成的叫好不叫做 是的 因为这一次和他们本地政府 沟通的本来就比较仓促 所以我们宣传时间几乎是零 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活动信息 所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有没有比较好的宣传方式 对 上回呢准备的是很仓促 但是咱们的专业度呢还有内容 我觉得还是过关的 过硬的 虽然呢叫好不叫做 但是我这心里边 确实有挺大的失落 施总 您先别太失望 其实呢当地政府呀 对于我们这个爵士狂欢夜 其实还是很喜欢的 虽然说这次演出呢不是那么如意 然后他们也觉得挺可惜的 但是好消息是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再次演出 所以呢这回啊 大家都把精力精神都绷紧了 争取弄一次叫好又叫做的演出 加油 来 大家看小丽 小丽干嘛呢 说你呢 看手机 刚才说什么了 重复一遍 施总 我觉得有一条新闻 你应该关注一下 今天有一架飞机从浦东起飞 中途就被鸟击中了 然后就返航了 这简直就是 现实版萨利机长呀 你那个好朋友叫什么来着 他不是开飞机的吗 这不会是他开的吧 说什么呢 不压嘴 那个哪个航空公司 天机好酷 天机好酷 今天画的 今天彻底把我问少了 尤其最后那心理医生 做心理疏导的时候 我快睡着了 整个事件的全过程 我从头到尾 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 这个飞行手册和操作流程 我居然可以滚瓜烂熟背出来了 也好 咱也一共没几个假期 好好休息一下 行了 老大 我现在啊 终于知道 我该选哪个女孩了 鸟一撞把人性撞出来了 刚出事情的时候吧 我脑子里面 哼的一下 想到的就是这个 古林金怪的女孩 我想啊 我应该是喜欢她的 老大 你说我一会儿给她买戒指号 还是给她买花 老大 干吗去啊 真是真的吗 她去很久整容了 真的 你这样 这样长回来的 我还没想 太 太 这长的 这你这眼睛太假了 一看着戴那头的 还戴个粉的 孙涵 你先走 你怎么回事啊你 打电话你也不接 电话还不开机 你关着机干吗呢 师傅在这儿还整天 没有机就开机 这话你就是跟晓鸥老师解释的 他都快齐疯了 电话 微信 短信 你一个都不回 行 你看 赶紧找他去吧 他都快去机场找你 行 那什么 晚饭你自己解决啊 报告 听说你找我呢 你搞错了 我没找你 对不起啊 让你担心了 我没担心你 还是没担心 那 那我手机上 微信这几天留言谁留呢 每一天都是 那个几夜都快哭出来了感觉 要不咱俩先再放一顿 你听听自己的声 我那声 不不不 你跟我出去一下吧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 好了啦 不生气了 人家这样子也不是故意的啦 有大树 你看这树长得都漂亮啊 都大呀 长得真高 这 这树我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这儿了 我记得小学那会儿啊 没少在这树底下 有话快说 我还有很多作业没改呢 我其实在 在飞之前 想跟你发个微信的 想归想 没做就别说了 我说实话啊 我在出了事故之后 我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全是你 我想摆脱都摆脱不了 我刚才听肖涵讲 你听我那边出事急得跟什么似的 我觉得咱俩子 咱俩也别互相在这嘴硬了 有些话就应该 面对面地说出来 说什么啊 我 我想啊 你说我为什么呢 我这是为什么就 要拒绝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呢 因为你爱自己更多一些 是我之间太自私了 我这人就是这样 确实很自私 我喜欢自由 我怕麻烦 但这东西就是在肖涵出现之后 所有东西都改变 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烦 我觉得他就是个大麻烦 大雷睿 我老想跑 我就不想跟他在一块 我就不想要他 但时间长了之后 突然挺神奇的 我觉得有一个人牵挂着 你干点什么事 你到外地去 你心里边牵挂一个人 你有个小负担 挺好的 那种感觉挺幸福的 肖涵占了我生命中的 百分之五十的这一步 我琢磨了一下啊 我琢磨还剩百分之五十 反正你要是不嫌弃啊 你就把另外那百分之五十领走 就送给你了 大叔啊 你真可怜啊 当年没少听某人在这儿表白吧 我还是没表白过 都是别人跟我表白的 你这人 表白就表白 需要什么优越感啊 你接受了 可惜 晚了 我现在又病回肖涵的老师呢 学生家长和老师谈恋爱 好像有微笑归的 要不等肖涵病了也再说吧 我是不严肃 你等会儿 要不我就严肃点再表白一次 你再拒绝一次行不行 不行 哪有人拿表白开玩笑的 没得反悔 没得反悔 麻烦让一下 老师的 你哪来了 是不是听说老吴的事了 担心他想过来看看他呀 走吧 上楼坐坐 不是 他人呢 他那个一下飞机 找那谁去了 行 那就 那就没事我就 就是过来去 买点东西你上去 行 跟我上去等等老吴吧 等他干吗呀 渣男我等他干吗 你走 走 老吴走 你看你心口不一的样子 明明挺担心他的 你就 我担心他什么呀 赶紧给我滚大 快 来 吃吃吃 喂 什么呀 大美女 晚上到我们家住着呗 你这一个大龄男子 邀请我这一个妙龄少女 去你家 我应该把她看成什么性质呢 你们当律师的说话都这么不含蓄吗 我没什么图谋 就是呢 有一朋友送了一瓶好酒 晚上一起分享一下呗 有酒啊 那就更不能去了 我加班哪 班什么时候不能上啊 是不是 那个 你是不是怕了呀 怕什么呀 我还希望你胆子能大一些 只要是我上一天吧 满身都是汗 现在就想下班回家洗澡躺着 看美剧 那你就更应该来了是不是 这些事俩人也能一起办哪 而且我免费给你提供一个 胭脂膏 注意好的男朋友 多好啊 口才这么好 怎么一直单身呢 那说正经的啊 你这个作为正派女友 是不是都矿工两天了 你来不来到我 一个人问着我 好 我就说定了 行吧 你乖乖等我 四十分钟之后到 月儿 大英雄回来了 快 准备咖啡压精 不不不 咖啡压不住了 你帮我拿这瓶红酒带走 该多少钱多少钱啊 滑倒吧 送你了 这是准备去哪儿劫后庆祝去啊 对 很老实一样 喝好 我这酒啊 就是给屎伯送过去 要不这样你共一块去 我还不行 这还有客人呢 再说 你这低三下四的 跟人赔礼道歉 我去多伤你面子 行 我改天再过来喝了 拿把琴吧 实在人家不给你开门 你就在他家楼下唱 连唱三天 看他感动不 我跟他唱啊 那叫对牛弹琴 赶紧去吧 走啊 抱歉抱歉 先 刚在里面忙就没听见 腰里头帮忙 你帮我说啊 我搭理搭理 我搭理搭理 我搭理 没带你出去的事儿 大餐买买买 够个物啥 不省心啊 这不挺好的嘛 这样多舒服啊 我就是没回家换件衣服 你不会觉得我到时不愿意来 是因为你没带我吃吃吃买买买吧 不是啊 你一个经济自主女强人 什么阵仗没见过呀 我能用这种低俗的手段污你眼吗 你别说我还就喜欢俗了 我都在这儿等半天了 你怎么不拿钱来擦我呢 你喜欢这个啊 那我最擅长啊 我觉得我们明天去看房吧 瞧瞧你 你这还是 怪我带林晓鸥看房 你心里有意见吗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我呢就是想知道 你带姑娘去看房 是不是想把她们当金丝雀养去 你要这么行 那我觉得咱们俩还得再考虑考虑 咋去呢 首先啊 这女人呢 确实喜欢听男人说我养你 对 但是一般这种年轻单纯的小姑娘 听着这种话就觉得 那我可以在家 弄弄指尖呀 弄弄头发呀 美美容呀 做做瑜伽呀 但一般你们这种男人说 我养你的手 肯定是想让他在家 洗衣做饭相扶教子 当家庭主妇 给你们传统接代 你消消劲啊 你别一棒打死一传人啊 这可能吧就是 应该是大多数男的都这么想的 但我不一样 我可以用将来的实际行动 证明这一点 挺慢的 你看 这个现在你说 这电影风都搞着了 你这 你看你 这这么帅真 这么 美丽 这么 好 我这不就是 中了大奖吗 错 是我这个伯乐 相中了你这批签密码 也好 有人敲门 你昏停了 还没好吗 真的有人敲门了 谁 被的人 怎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听见了 你手机在家里 志飞 志飞 我知道你在里边 一定在房间里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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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喝酒 喝酒 喝酒 志飞 小心眼 别听她的 她的脑子 屁股 志飞 是 小心一点 快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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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行了啊 你说你也让人半天了 不行 沉住气 知道吗 不折腾他这一回 我心里边迈不过去这坎我 你说你们这俩老男人 怎么生起些人 跟脊椎小孩似的 不 这就这样 你什么样 快开门 不开 那你打我了 我知道你对哥们儿心里有气 没关系 咱们俩可以来个决斗 你出来咱俩就又丝又老 往死盖一下 一决雌雄怎么样 快去 证明你是个男人 我 死 我 我 你 怎么着 快去 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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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没瞪见了 走了 咱们去哪儿 晓鸥 你在哪儿呢 你再也不过来 我这可要出人命了 我这么多年 这 这 我太太 这 这就早了 这门 想让人家跳 我就知道你小子会在里边 天天跟我这儿说 根本都听见了 手机跟那儿响了 你说你这人 你说你是不是小姓 我接着 眼力师 竖什么大拇指啊 你不是说要你觉得雌雄吗 来啊 来 去 去 去一下 我告诉你啊 人家业在律师在这儿 人家是有文化的人 我给你面子 在业律师面前 你没面子多丢人 真有眼力劲啊 长这么大地会有眼力劲 真不知道林晓鸥以后咋子跟你过 我告诉你啊 实话实说 这次呢 哥们儿确实是理亏 我做得不对 今天特意来给你赔酒道歉 这是火酒剑 你还会给人儿扶软呢 叶律师上你看一看 什么样的人啊 哥们儿谈谈谈 男子还大丈夫 哪像你啊 小金眼儿 矫情 我就小金眼儿了 就小金眼儿了 不是 你前一天 你 你还道歉呢 后这就说我小金眼儿说矫情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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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俩握手艳和一下呀 不 吴警长 我们几个好久没聚了 晓鸥马上就到 你先坐一会儿 咱喝一杯 喝一杯 你看叶律师 人家就是有文化 有文化咱说话吧 就不一样 素质 素质高 叶律师给你点个赞 不是 你留他干吗呀 你什么意思 我们俩四瓶的量 你带两瓶 咱那我喝什么 我跟叶律师我们俩喝的 你 我跟你说 不是 吴德 你聊一瓶律师 我欧洲就完了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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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 突然想起来我了 想我了 我妈最近怎么样 我妈 我妈病情算是稳定 最近吃了药 我也回家住了 她以为已经好多了 现在我十点之前回家就行 行啊 一下变成靠谱小青娘了 那是 你这别笑笑我 你不去学校了 怎么样 有没有好感的小姐姐 去 小姐姐倒是 还真有一个 谁啊 你认识 我还认识 晓鸥老师 那还算晓鸥姐姐 怎么着 你嫌她老啊 能够我前一阵 听她说去新学校 就去你们学校啊 您这反射活跃也太长了吧 不仅去的我们学校 还是我英语老师 还教我们班 不是 晓鸥 我真羡慕 你知道她前一阵 给咱同学还发一视频 说让我们好好学习 而且还解释呢 说她走不是因为那个 我妈 然后让同学们不排挤我 到时说她这一走 我感觉我学英语 兴趣就没有了 那可不行 不过晓鸥老师 还真重情义 还没忘了 咱那帮乌合之众 英语 你还是得好好学 你不早晚得出国留学吗 你现在在国内 把英语学好 第一 过了语言的基础观 更快地融入到人 国外的生活 第二 你还能让你妈开心点 那也有助于她病情恢复 对吧 别说我妈了 你爸那儿怎么样了 我还得说 小航 我刚才没说完呢 你爸最近怎么样了 你问哪个爸呀 老吴还是那样 天天在天上飞 今儿刚出去开飞机 就碰上鸟鸡了 就那天机航空那个大新闻 救人家老吴呀 不过还好 他技术高超 最后化险为宜了 可以的呀 以前我老觉得 老吴是个废柴啥都不会 没想到还藏着 那么点小的东西 陆大志 最近不太好 天天上网搜了一下 他的新开的家具店 倒闭了 现在 树倒迷糊散 他也不知道去哪儿 偷偷跑路了吧 陆大志 他除了会跑路还会干吗呀 你刚才说什么 你又去上网搜他了 不是 你怎么还想着他呀 他当初做了什么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妈的事 他不是没干出来的 你妈公司破产了 他又开了个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公司 手脚一看就不干净 你联系他没有 他出事了 我肯定就 就 就给他打 打电话了呗 给他打两个手机 都关机了 也不知道现在有事没事 小涵 你要记住啊 他当初 做了多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你妈的事 反正我跟你说 陆大志不是什么好人 你以后再理他 你不光对不起你自己 也对不起你妈 你别想着了 走 看电影 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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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你肯定有时间 向寒说你们学校 没那么多课外活动呀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今天在周二呢 谁招周末发生什么事啊 找我再说吧 推三阻四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对我以前对你的态呢 你想要惩罚我呀 惩罚的对 我才没你那么小心眼呢 日子还长着你急什么呀 那我觉得你就是想 好报复 明天我继续要接你 都说了明天有会了 等着我当这样 我等你啊 我等着我说明天有会了 我等着我 我等着我 李老师 我到家了 那个什么你也早点休息吧 回来啦 回来啦 我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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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睡觉 喝瓶水 你这一身酒味喝酒人了吧 我妈都没了 真别让我再没了棒了 你明天不上学啊 那个 不正渴着呢 一脸春风得夜 是不是跟我们晓鸥老师成功了 没大没小的 说什么呢 行呢 够迅速啊 给你商量事啊 转学成吧 都让我转学了 不对啊 我在学校 那你跟我们晓鸥老师 不亲上加亲吗 我都没避嫌 也不行 咱们学校 不让学生家长跟老师在一块吧 找玩了嘛 懂得挺多啊 反正你现在得顺着点我说话 你等一下 别嫌弃我啊 没事 赶紧睡觉 到家啦 那赶紧醒早 睡了吧 明天不是还要早起吗 不要多多想我啊 虽然我就再多多想你吧 我还没睡啊 还没睡啊 她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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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看美剧啊 你不是想假装看美剧 其实是想查我的岗吧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的啊 我才没那闲心呢 这剧我等好久了 终于得到新的一集 明天就带去 好好考那些猴子们 这么晚你还想备课的事呢 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难道不是谈恋爱吗 你应该好好想想 怎么把皮肤养好 衣服穿得漂亮 大半夜的 我上哪儿买衣服去啊 姐 你是从古代穿运过来的 现在哪有人去商场买衣服啊 都是在网上买衣服 我教你啊 你下载一个唯品会APP 二十四小时随便广 不用谢啊 我睡觉去 拜拜 哎哎哎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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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你跟史菲不要进展得太快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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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 天外有天有无常 山外有山有他乡 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 有利于城市的同样 错过了心爱的姑娘 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 对所欲为是轻狂 放不胜放是悲伤 后来再把成熟当偏方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 爱的都挤在心脏 心里想你装不下 我想去的远方 这来的去的给的 欠的算一种褒奖 风吹走的剑就长 但至少还有光 把烦当偷了吞了 忍了惨了 不对别人讲 谁才没有辜负极端昂贵的时光 若能叹笑了 哭了累了 说要去流浪 留下大人的模样 看似个肩膀的股肠 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